汽車機車停等紅燈準備要上橋 這路線看起來像是同一條路 沒有太大轉彎角度 順順的開過去 但如果沒打方向燈 小心挨乏 左轉方向燈 沒有啊 我是不知道的 這個前面的路就是沿著路走啊 我幹嘛要打方向燈呢 這非常不合理啊 連常常經過的民眾 都不知道這裡要打方向燈 難道是累左轉嗎 宜蘭縣武捷箱 二捷路跟蘭陽大橋的銜接處 是一個Y字形不對稱的交叉路口 許多民眾認為 從二捷路要上蘭陽大橋 並沒有轉彎到別條路 而是在同一條路上 所以上橋不用打方向燈 但警方解釋 這裡有主幹道知幹道之分 上橋屬於左轉行為 而且有放左轉標誌 必須打方向燈 民眾被檢止收到罰單 覺得不合理向議員投訴 這這樣不合理啦 這跟威力民眾挑的啦 加強民眾 就是我們用 耗制或者是標誌的方式 來讓民眾更早的理解說 這是一個左轉行為 交通處長表示 會加強宣導 也會清楚標示 警方統計 這裡未打方向燈的違規 都是民眾舉發 去年有八件 今年一到三月有一件 雖然看起來只是微彎 但民眾未來經過 還是要記得打方向燈 否則依照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規定 會罰一千兩百到三千六百元 荷包會失血 TVBS新聞 簡大成黃凱靜宜蘭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EV 4 5 5 6 7 6 6